好了,我们接下来讲课 我们接下来讲一下SH的默认配置 SH的配置文件 我们已经说过了 ETC-SH-SHD-Config SH是远程登陆的 所以我们从这来管理SH-SH 那么黑客也可以通过这来登陆 进而攻击我们 这里面没有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需要进行一个调整 也就是说Root用户 你知道黑客知道不知道 知道 22端口你知道黑客知道不 都知道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要进行一个调整 把用户改掉 或者禁止用户通过Root登陆 然后端口 22大家都知道我改掉 来增强我们S的一个安全 最安全的就是不让外边的人连接我 所以我可能实现我的监听的IP 选成内网 好 它的修改 第一个 改端口 啊 严格一点 我就监听到某一个地址 第二个 我禁止空密码登陆 允许空密码 我不允许说我添加用户 然后没有密码就可以连接 就不允许 第三个我不允许Root登陆 注意 这个不允许Root通过SCH登陆 但是你可不可以SU-切到Root 可以 这是可以的 第三 不让几反向解析 有的时候我连接一台服务器 它会要反解 解析出它的域名是什么 所以它会比较慢 所以我要禁止它反解 这地方我真得找第三关优化 找出来 因为咱们之前优化这个地方没讲 或者说没细讲 今天我们就回来了 Windows端口389远程连接 管理员和Dmin 普通用户Gast 这些谁都知道 Windows你们原来搞过服务器的 有没有改 改是吧 你知道我当时怎么改的吗 我当时是 把389给改成书其他数字 然后管理员用户 Admin Twitter 改成一个Test之类的 然后把他默认的Gast 改成Admin Twitter 然后把密码搞成超扶着 一百倍以上 来吧 干嘛破吧 让他破解 对不对 把它引导到这个 破解不来不上来的这个地方 破成功了也不管 破成功了 对吧 他也他也没什么效果 昨天我听那个 谢迪讲课 谢迪分享 你们都回头再看一下 咱们第一天 应该是给你们很多学生分享吧 然后其中有一个谢迪 十二十三起的 他还是这么说的 他说你要想学一好两种方式 啊 在在在班级里面 一方面是你自己努力学的好 另外一方面 你就让别人学的差 啊 告诉别人 咱们咱们打游戏去 咱们咱们去玩去 啊 把他的学习时间你给占用了 然后你自己花时间学习 啊 就被他耗了 啊 这这这这也是谢迪说的一个思路 啊 但是我们其实不是这样的 老师给你讲了什么思路啊 你要让你身边的人更好 你就更好了 啊 因为你进来比的对象 不是身边的人 是整个全国 全美经 好 呃 那么我们lending是 root 普通用户 包括连接短口 黑客都知道 都知道 啊 所以我们要进行调整 啊 进行调整 这种普通用户我们就会优化吧 有同学说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现在说 把这些没有用的用户 全注视掉 但是哪些是没有用的你得知道 你也不知道的话你就别处理 比如说Post Vegas 这一看就是邮件嘛 嗯 这个啊 也跟邮件有关 NTP 时间 啊 这是一个是一个什么demon 啊 其实大部分都没用的 呃 一方面是把它注视掉 如果你不愿意注视掉 如果你不愿意注视掉 至少是后边是 no login sb no login 对 这样就安全了 帮能录了 那我们这里边 这个部分先不管了 我管这部分 好 我来做一下调整 咱们以管理机为例 啊 先做个备份啊 嗯 shd config 那个备份的写吧 怎么写吧 大括号 没有空格 没有空格 点 豆号点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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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吧 好 这是一个备份 好 一定要养成备份的习惯 比如老师 我这是测试机 测试机是谁让你备 备份的 测试机你不备 你生产环境你想不起来 嗯 然后这里面我们需要修改的 这个就是端口 端口 我们可以统一改成五二一一三 嗯 然后监听的地址 监听的地址最好也要改 改成什么呀 172.16.1 这可以有网段吗 可以可以 可以 就是管铃去掉之后 就是监听1.2 后面全是监听的 就你的意思是这样写啊 这家的点 这样的可言 我没试过啊 好吧 我们先把它改成IP地址吧 61 然后你可以指定冒号 代理灯口 嗯 嗯 然后写一是二 没事 你们先不要动 然后三团是六啊 他的说话key多了啊 咱们讲的是七六八 那是以三团是五的 三团是六的话 1024了 但总体原理没什么变化 嗯 嗯 然后下面这呢 这多少号 42号 允许如此登陆 要允许吗 不允许 所以把它改成 no no 嗯 嗯 然后照到下面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把它 注视掉 然后把这地方改成no 80号打开 我们连接慢 就就它影响的 啊 sh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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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你yes之后老半天 看没有啊 啊 就它影响的 一会咱们来试一下 把这个改成no 嗯 当然还有一个地方 也是影响慢的 就是useDNS 收一下 useDNS 全大写 全大写 全大写吗 DU 对 找到了 122号 把U的DNS改成no 对 基本上我们要改的选项 就这么几个 这么几个 端口 不允许root登陆 这是不允许root sh连接 highline一个空密码 是吧 就是说你这个用户没有设置密码 那不能连 这地方 允许空密码登陆 允许空密码登陆 改成no 就是不允许 好 这么几项 这么几项 谁还不知道 意思的 这个就是解决令人慢的问题 然后有这是一个快速的更改方法 这咱们在咱们书里面 大家手里应该有有有书 你们今天回去吧 第三章来看看 好 今天回去把跟老男孩学习 令你运为外不进行实战 第三章 看一下 呃 然后sh慢 你们将来都会遇到慢的问题 就算我今天讲完了 你还会遇到 老师 有的学生就是这么差 一遍两遍都听不 都听不听不听不会 三遍五遍才能和别人高水平的人一样 大家要让自己变成百分之二十里的人 然后我们不要保存 不要保存 我相信 我们的张导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用一条命令实现 side的命令 用side的命令 -i-r 在地十三行 i表示插入 i表示改写 这个r是支持正折 支持这种转业啊什么的 然后你看 反应要ns混行 所以就增加一个port 增加一个这个 增加一个空密码 增加一个不解DNS 增加一个这个 然后 注意到我后面是到那个目录下边了 cd到etc sh 下面 好 注意更改 你们知道备份有什么好处吗 对 备份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还原 一个是对比 我们可以用diff来比较一下 比较 比较 不行 改过的和改之前的区别 很明显 增加这么多东西 当然我可以用vimdiff 我们vindos也给大家留留了一个那个比较工具吧 beyond的那工具 好 红色的就是我们修改的 然后帽号q3号退出 也退两下 然后这就是我们刚才增加的 那实际上我们这里面 还缺了一个 这是严格来讲 我是这样给大家玩的 但咱们今天这个先别配 什么时候配啊 将来把vpn搭上起来了再配 你没搭vpn呢 你你现在直接 你直接这样搞 你连不上了 你直接连不上了 咱们在期末架构的时候 会要求你搭vpn vpn连上跳板机 然后通过跳板机再连所有的 服务器 就在 在这个架构图里边 将来可能是这里面有一个 呃 猫牛阵 将来 所有的 客户端 包括客户 包括我自己的运营人员 他们都不能直接远程连接这些机器 这些东西是 猫牛一样 这地方有个小故事 给你们讲一下 有同学应该听过了吧 嗯 对 这个 这个 这是我看的小说 看的是 打台湾的 呃 呃 民众英雄正成功 收复台 把台湾给收复了嘛 对吧 对 然后和民朝对抗 和清朝对抗 当时是清朝的皇帝谁啊 康熙 康熙 康熙还年轻 当时康熙就没有 没有没有能力管这块 然后过了几十年之后 呃 有没有知道施朗呢 知道是吧 过了几十年之后 然后施朗要提出来收复台湾 你知道施朗为什么提出收复台湾吗 对 因为正成功要杀施朗 也就是说施朗原来是正成功的手下 也不因为什么事啊 我忘记了 挑衣服女是吗 有可能是啊 然后正成功要杀他 呃 然后有很多人求情 我不知道 然后好像 呃 就因为台湾嘛 就在水上 就就运这个施朗 运到一个地方 可能要压起来 然后施朗两 两只手就被绑着 然后在船上就直接跳水了 跳海了 施朗水性特别大 在手被绑着的情况下 在海里面直接游到了我们福建 那个那个地方 或者 反正游的很远 不知道是游 游到了澎湖 还是游到了福建 结果就 结果就被救起来了 啊 然后施朗就 归顺清朝了 然后他雄心装志 老想 收复台湾 啊 然后到这个 呃 清朝已经强大了 这个我们知道康熙做皇帝 做的最最最最久是吧 61年啊 到了后后期 呃清朝这边没有什么忧患了 然后就准备收收复台湾 啊 当时台湾呃 郑成功已经去世了 郑成功只活了39岁 民主英雄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候 是从荷兰人手里长毛 荷兰 荷兰 从荷兰 荷兰啊 收复了台湾 所以一直称之他为民众英雄嘛 然后他传到三代 什么郑京 郑和爽什么的 然后也很也很就也很荒庸了 然后施朗就就提出收复台湾 收复台湾之后 呃他首先要攻打澎湖 澎湖 澎湖是台湾的门 门户 要是要想打架台湾的收复澎湖 当时澎湖的元帅叫刘国轩 刘国轩是澎湖的大元帅 呃澎湖也是一个岛 就像是 就像是这样一个岛 啊 他 施朗在攻击的时候 施朗是在前面过来 啊 然后刘国轩很聪明啊 他在 澎湖岛的边上 都住起了炮台 把大炮都对着海上 啊 大家看就像一个牛一样 啊 大家有没有看到东世界啊 那个是什么的 那个豹子如果要 如果要追击牛牛群的话 你发现那个牛的这个 他们就呜呜跑 然后强壮的在外面 那个瘦小的还有那个 牛脸就在中间 啊 然后就就保护嘛 这里边就是刘国轩把炮台都放在外边 大炮对着海上 所以施朗在船里面 你看他们一个个小船往上攻 那多难啊 对不对 然后又攻不上来 啊 攻不上来呢 然后施朗就想个方法 啊 在那时候炮都打的打的劲 就打了一两公里 可能就就就就 比较不利 比较不错了 他们就在大炮打不到的地方 八个台的唱戏 啊 一连差不多唱一个月 刚开始唱这帮 这个刘国轩说 谁不能出去 谁要出去杀头 啊 谁不敢出去 其实又又迪深入嘛 后来连着唱 大家都把衣服光榜都脱了 啊 然后再骂 这帮士兵就实在受不了了 然后说 说你看他 元帅你看他们都光榜子 什么都没拿在那 对不对 这对我们太侮辱了 然后就有就有看门的就就 带着船队就冲出去了 实际上他这席台的后边全是军队 在后面摆着 然后顺着他们就冲进去 就把彭夫给拿下了 因为你看有自己的人啊 你的一炮台就不能打 不能打炮啊 对 所以人家顺势就攻击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猫牛阵法 啊 轮到我们这里边就是 所有的服务器 都有机脚 任何的用户都连不上来 包括我自己的 都不能连接 那我们怎么连呢 我们通过微拼 先拨号 拨号到我的 管理服务器 然后在管理服务器上通过交换机 从屁股后边 连过来 啊 就是说我们走后面管理我的服务器 这个后面的服务器没有外网IP 你前面的 就连不过来 那我们怎么做到这个 高度呢 第一 防火墙 通过防火墙 只允许内网IP连接 第二 SH 只监听 内网IP 好 这个有小故事 希望大家以后要记住猫牛阵 啊 好 我今天把它 保存 我们保存之后 不要用 restart 用reload reload是平滑充气 平滑充气 这个平滑的概念我好像提过了 咱们后面再讲NGX的时候再提 好 呃 然后此时 你再连接611 连不上了 为什么连不上了 对 端口变了的 好 这些也是S1扣端 我们用-P 指定端口 113 然后来连接 啊 啊 禁止入他吧 不是禁止入他 这个IP 人家IP打了 你看一下 -LNT UP GRAP 22 SHT 看没有 监听的是52113 定型IP呢 内网 你连谁了 你连外网 所以对不起 连接不了 所以只能 172.16.1.61 你看 yes 这时候能不能进去 能不能进去 连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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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些就都解决了 那么 我们在工作中 在工作中 要把它打开 咱们今天把它注视掉 在其中架构的时候 要把它打开 好不好 然后你要 那就逼着你搭VPN了 你不搭VPN 你所有的前端的机器连不上 好 我保存 reload 再连 啊 起码它能够显示出现密码了 但是我们知道root也不行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见一个用户了 User i的 Auto Auto 123456 Password 杠杠 IT DIN 然后 Auto 射程密码 全都执行一遍 然后这会再连 那不行 他默认是root 你要加一个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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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6 Comingo 出几名 已经变了 我这是自己连自己 落下 重来 FS 重连 OFS 对不对 23456 他没有 这是OFS 量过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配置的调整 这是比较核心的配置 如果你改完之后 你的所有机器都不能直接连了 嗯 嗯 我们今天就顺便把它优化吧 好吧 那我们就为所有所有的机器做一个优化 好 使用这个side来优化 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 有话一下 诶 然后我今天我先不重启吧 回头重启啊 备份 意思意思就得了 哈哈哈 你们 你们 你们要 你们要遵守一下 确实应该备份啊 确实 这条命令 先备份 再操作 嗯 嗯 然后你们一定要有用户哦 你要没有二 没有Auto Boy这种用户的话 你以后连帮来了 所以先把用户创建好 我已经创建了 你看这 这 这就是那个安全的一个说明吧 嗯 大家将来就是 给我们的服务器 只给用户提供一个小猫眼 让用户往里访问 然后我们自己管理 通过后门 这个后门你要 对不对 把它隐藏起来 让别人看不见 然后你能进来 把这个门槛搞高一点 就对 比如这个地方 对吧 高级个保安 对不对 看着 然后才能进来 别人从前证进来 然后我们的我们的Auto Boy用户 有的时候你说老老师我还想极权管理 我不想我不想那种 通过 SU杠切 好 我来调整一下吧 我把 我把管理机 复制一份 改成Auto Boy 就表示只有Auto Boy能连 Auto Bo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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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13 主机名 不用改 这不用改 我 我并没有开那个 我注视掉了 嗯 那个是告诉你们 其中架构你们在玩 其中架构把VPN搭好了 你在你在那玩啊 所以我还是连外网 你看 那我们现在切到用 切到root怎么切 就只能这样玩 对不对 切过来 然后给密码 切到root 给密码 对吧 进来了 但我们工作中不会这样玩 因为我们管理员太多 谁都知道录密码危险 这条路我们不走 怎么走 我们用速度 你可以这样走 或者直接速度 执行命令 明白吧 或者你是高级运围 你把自己改成这样 进来 这怎么做的呢 Va速度 98 击击 我这里没有 张老 这谁家的 这应该是张老家的 不是我家的 你看 就不带密码 我告诉大家 我给你们讲课来讲 是 大家尽量安全一点 但是在工作中 一般我 我就是领导 所以我一般给自己设置成这种权限 然后一般给别人 我要把no pass board去掉 然后有个别的领导也会跟我一样 但是一些二级三级的小兵 那对不起 我就要这个 给你 我要给你分具体的命令吧 你不能随便玩 我可以随便玩 对不对 领导 好 这个地方咱们已经讲过了 对吧 提权的方案 这地方就不多说 这块有疑问吗 这个也是利用Sight修改多行 然后老师博客里面也有装导文章 然后SH是有一个入侵案例的 把它变成你的 稍微 别变成你的了 这太low了 这样变成你的太low了 你就说是 你的朋友遇到的 然后你帮他解决了 这样不low 这个啊 我们对事不对人啊 到时候 之前我在视频里面 你们都不知道 我就有一个博文 我也像咱们今天这样说 结果这个博客的人看到了 看到我这个视频了 然后他找我来了 啊 其实真的 我没有 没什么 就对事不对人 啊 然后 对不对 嗯 那 没到那个高度 也讹人 那可不行 啊 大家这里看一下啊 对 呃 然后我们如何防止入侵呢 很简单 咱们不讲过吗 来 周小杰 小杰 密钥 不用密码 这个 这个是咱们今天的作业 扣作业 下载课很响啊 啊 实在不会的我会给你文档 啊 猫牛认法 猫牛认法啊 应该是 两点 防护墙关闭 SH 指定原限制 指定原IP限制 第二个 就是咱们这个 这个 这个最简单的 开启SH 监听内网IP地址 啊 然后第三 你的服务器 能不给外网IP 就不给外网IP 工作中一定 外网IP的管理 要最小化啊 这样你的 安全才最大化 啊 这边我就讲完了 看有没有问题 这边有问题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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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